之前的话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 就是犯来脏口一来伸手 原本在妈妈眼中爱发脾气的庄凯元 经过八堂亲子班课程后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就讲到自己也是有做错 就是不要乱发脾气 妈妈很辛苦 就人家的家务都差错 我们就兄弟姐妹帮忙分担一下 通过这个亲子班可以把孩子 他们往善的一方面去发展 四季八生之会举办亲子班圆圆活动 让孩子为父母育足 培养感恩之心之余 也让在场的家长对孝顺感受良多 今天这个课程孝给我感触很大 因为我已经父母伤亡了 所以有那种子欲养亲不在的感觉 万事以孝为险嘛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不孝顺的话 你怎样做多少善事 也是一事无搏 同一天举办的此少班圆圆 也延续相同孝顺的主轴 爸爸妈妈出差很辛苦 要常常体验他们 有时候我们弄他生气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刚刚做工很累 心情很复杂 玩用些时间减早 就多陪家人 完成一整年的人文教育课程 年轻学子不只接受大爱精神熏陶 也更能够感受行善行孝不能等 带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李永辅 马来西亚报道 李永辅 李永辅 李永辅